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說著韋小寶回到自己房間 坐了一陣覺得很無聊 就叫了十幾名士衛來摘色仔賭錢 心情暢快點 賭到半夜 趙齊燕和張康年走進去房間 韋小寶拿著色仔還未摘下去 看見他們倆笑著說 現在是梅莊要下注趁早 趙齊燕說 副總管吩咐的事 屬下查到消息了 好 色仔摘下去 一掀牌吃了對家 賠上家和下家 拉著兩個人的手 來到商訪問他們 怎麼樣 趙齊燕說 副總管 楊日芝果然沒有去西藏 原來是犯了事 被平西王運起來 犯了什麼事 屬下和王府的衛士喝酒 我說我認識這個姓楊的 想請他一起喝酒賭錢 有名的衛士說 找楊日芝要在黑門封才行 我問他黑門封在哪裡 其他衛士說他亂說 喜歡說笑 叫我不要相信他 黑門封? 我們知道有古怪的 跟他們喝了一陣子就分手了 回到這裡問一問 原來監獄在黑門封 那才知道楊日芝被平西王運起來 到底犯了什麼事 我怕引起疑心 就不敢問這麼多了 黑門封在哪裡? 在五華宮西南 有什麼五里路 好 兩位大哥辛苦了 你們在外面玩 代我做莊 趙張兩個人很歡喜 於是要賭錢 兩個人知道代他做莊 輸了就算他 贏了有紅分 這是大有好處的差事 為小寶門門不樂 他想 楊大哥一定犯了大事 否則楊英雄不會騙我 說派了他去西藏 如果不是大罪 他兩爺爺實在會給我面子 放她出來 楊英雄已經撒死了大炮 我如果再去廣情 他一定會死賴到底 多數會馬上殺死他 毀屍滅積 從此死無對證 要救他出來 只要硬來 吳三貴就算生虛那麼挑 老子也不怕他 梁他也不敢跟我翻臉 於是將李力勢 封濟忠 高燕超 錢老本 袁貞道隱 徐天村等等天地會群雄請來 將這件事告訴他們 商量如何救人 李力勢說 為鄉主 這件事我們一於做 能夠救出這位楊大哥 那就最好了 就算救不出 吳三貴只要你向他埋手 實以為你是奉了皇帝之命 不是嚇到他半死 就逼到他早日造反 魏小寶說 就是 就是怕他立刻造反 我們一班人被他捉起來 救到大家要在黑門 靠大監獄裡面賭錢 那就不妙了 袁貞道隱說 一見情勢不對勁 大家快罵架邊走就是了 魏小寶說 這樣吧 你們要切法救人 我將吳應雄這個年輕人請來 扣留在這裡做個案鬼 讓吳三貴不敢亂來 前老闆說 前老闆說 魏向主這卻極之功名 我們明天去看看吳靠的地勢 然後扮吳三貴手下的親徒 衝進監獄提人 第二天晚上 偶小寶叫人請吳應雄來赴宴 商量分事 當安浮員大廳裡奏起音樂 街搖尾酒紛紛上席的時候 天地會群雄穿起平西王府親徒服飾 闖進黑門的大監獄 魏小寶吩咐 削棄營軍事 和御前侍衛嚴密把守 監視吳應雄帶來的衛隊 他和吳應雄一邊喝酒一邊看戲 這時演的是一齣昏曲 鐘攜駕會 五個小鬼又打關斗又捐桌底 演出各種武功非常熱鬧 魏小寶看得慢地叫好 吩咐打賞銀兩比戲斑 正在熱鬧的時候 有人走到他後面 靜靜地掛掛他的衣袖 魏小寶看得很高然超 見他慢慢地掌握頭 知道已經得手了 歡喜得他不得了 就算吳應雄說 小王爺你隨便坐下 我去啪嘟尿 吳應雄的心想 這個小劉文說話這麼粗俗 就笑著著爺請便 魏小寶來到後堂 看見天地會群紅一個都沒有小 魏小寶就很歡喜好極了 那位兄弟都沒有損傷 人救出來了 看見各人的面色正重 估計必定有點不妥了 高燕超說 三鬼的奸賊手段很毒辣 魏小寶說 怎麼樣 高燕超和徐天村轉身走出去 抬了一個用毛毯包著的人進來 只見毛毯上面都是犬 魏小寶嚇了驚 馬上趕快走上前 看見毛毯裡面包著的是楊日枝 楊日枝閉上雙眼 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魏小寶叫她說 楊大哥 是我來救你 楊日枝輕輕按下頭 都不知道聽不聽得見 魏小寶又說 大哥 你受了傷嗎 徐天村就輕輕揭了一張毛毯 魏小寶一聲驚叫退後兩步 那間的房間差點跌下 前老闆立刻扶著她 原來楊日枝兩隻手被人齊碗斬了她 兩隻腳在膝蓋以下也斬了她 徐天村低聲說 她的舌頭也割了她 雙眼被人挖了出來 眼前這種慘狀 魏小寶從來都沒有見過 心情激動 當場放聲痛哭 她和楊日枝本來的交情不是很深 不過是言談投機 但是既然結拜了 就應該是又福同享又難同當 現在看到她四肢都斬了她 不禁悲憤難當 一伸手拔出鼻手 她大叫說 我去斬了吳彥雄的手腳 風濟中拉著她的手說 從長計矣 這個人說話不多 但是說得對 魏小寶向來都拚著她三分 她即時定了定神 咬頭說 風濟哥說得對 徐天村和楊日枝蓋了毛尖 她說 這件事果然和我們有關 吳三鬼怒楊大哥和偉響主結交 又結拜了做兄弟 說她背叛舊主貪圖富貴 投靠朝廷 所以弄到她死不死 生不生 讓她手下的將領 不敢背叛她 魏小寶哭著說 吳三鬼 她總統十八代多了死烏龜 楊大哥和我結拜做兄弟 又沒有背叛她 這個大漢奸自己居心不良 亂而心 楊大哥這樣 就是這個大漢奸造反的名正 就算楊大哥真的投靠朝廷 又有什麼不對 對呀 前老闆說 這不就是 不如偉響主將楊大哥帶去北京 向小皇帝告她一撞 魏小寶問徐天川說 吳三鬼落錦的毒手 是因為生氣楊大哥和我結交 徐大哥又怎知道 徐天川轉身走出去 逐了一個人進來 出來扔她在地上 這個人身穿七品官服飾 肥肥白白趴在地上動也不動 徐天川說 魏鄉主 這家伙你是狗民大名 不過從來沒見過 他就是盧一鋒 魏小寶冷笑說 哈哈哈哈 原來是盧老兄 你不經常大膽放肆 身份被吳應雄打斷了狗腿 為什麼又在這兒子 魏一鋒嚇到一尾 說 是 是 小人不敢 徐天川說 真是冤家路窄 這家伙原來是黑門 靠大監獄的典獄官 他就算變了灰 老子也認得出他 我們扮成了吳三桂的親徒監獄提人 這要用懶神器 又說要公事 又說要平西王的首語 豈有此理 魏小寶說 這真是巧 遇到這家伙 救人就容易了 徐天川說 楊大哥得罪吳三桂的事 就是他老兄和我告密 盧一鋒聽到告密兩個字連亡說 是你老人家 你老人家迫我說 我怎麼都不敢洩露平西親王的機密 魏小寶啪一腳踢過去 當堂踢了他三隻門牙 魏小寶說 我還跟吳英雄聊天 怕他疑心 各位仔細盤問這個家伙 他如果不說 他把他兩隻手兩隻腳割下來 盧一鋒一口血連亡說 我說我說 他知道這幫人做事是無法無天的 想起楊日芝的慘狀 差點暈 魏小寶走到楊日芝前面 叫他 楊大哥 楊日芝聽到叫聲 想坐在身上 上身一台 終於向後跌倒了 群雄看見他的慘狀也很憤慨 這個人跟漢奸做走狗 本來也不值得這麼可惜 不過吳三貴父子對自己中心的暴徒 竟然落感的毒手 心腸之狠的可想而知 魏小寶抹乾了眼淚 定了定神 回到大廳 只見戲子站在那裡 定了 動都不動 一見到魏小寶回來了 羅鼓一響 扮演中葵嫁妹的戲子 又接著演下去 原來他進去 吳應雄就吩咐停演 一直等到他回來 才接著演下去 使他中間不致看漏了一段 魏小寶向吳應雄道歉 公主聽說 額父要喝酒 叫他進去 詳細地問額父平日 喜歡穿什麼衣服 喜歡吃什麼食物 問了很久 對著他在大廳等那麼久 不好意思 吳應雄非常歡喜 萬一說 不要緊 不要緊 吳應雄走了之後 魏小寶回到商房 不見了天地會群雄 一問 原來又是出去了 心裡有點奇怪 不知道他又去做什麼 一直等到深夜群雄才回來 原來又逐族的人回來 原來徐天村追問盧一峰 知道吳三貴 所以這樣折磨楊日之 一來 固然是疑心他和魏小寶結拜做兄弟 有背叛的意思 二來 還和蒙古王子葛爾丹有關 這個葛爾丹和吳三貴近年來 家往非常親熱 不斷來來去去互相送禮 最近他又派了使者 帶禮物來到昆明 這個使者叫做韓鐵摩 和吳三貴長談了幾天 不知道為什麼竟然被楊日之知道了內情 似乎是因為勸了吳三貴 激怒了他 盧一峰官悲即少 也不知道詳細情形 只是在吳三貴衛視那裡聽了幾句 在天尼會群雄敲打之下不敢隱瞞 就盡其所知都說了出來 群雄一相兩 一不做義不憂 索性再次假扮吳三貴的親徒 又會將蒙古使者 這隻韓鐵摩逐回來了 衛小伯少林寺的時候 曾經見過葛爾丹 這個人驕傲萬惡 曾經叫暴叔用金鏢射他 否則寶依護身 早就被金鏢射死了 他想他的使者不會是好人 一見那個韓鐵摩 約五十多歲 下巴留了一筆淡黃色的鬍鬚 目光閃爍不定 顯然挺狡猾的 衛小伯說 帶他去看看楊大哥 高延超拍了 就推他旁邊的房間 只聽見韓鐵摩一聲大叫 哎呀 叫得不知道多麼恐怖 當然看到楊日芝的模樣之後 嚇到魂不附體了 高延超帶他回來 見面沒有血色 我身上還不停地震 衛小伯說 先頭那個人 你見到的 看天幫我咬下頭 我有事問那個人 他回答得不實不準 說了幾句謊 我向來有個規矩 有誰跟我說一句謊 我說割他一隻腳 說兩句謊 割兩隻腳 看這個人說了多少句謊 高延超說了七句 高延超說了七句 哎呀這個人說謊多過頭 唯有把他兩隻手 兩隻眼睛一條舌 全部都報銷了 說完拔出匕首 我抹下身 輕輕地割 就把一隻木凳腳 就割了下來 握著手拋來拋去笑著說 我這把刀割人手腳 一點都不會拖泥帶水的 你想不想試一下呢 看鐵魔本來是蒙古勇士 但是看到楊日子的慘狀 都嚇到魂飛魄散 他說 大人 大人有什麼要問 小人 小人 不敢有半句 隱瞞 魏師傅說 好極了 平西親王要我問你 你和王爺說的話 到底是真呢 還是假的 有沒有說謊 大人名鑑 小人 小人 怎麼欺騙王爺 的確確沒有說謊 嗯 王爺不相信 他說你們蒙古人很假的 說我的說話 周時不算數 最喜歡賴帳的了 我就是成吉思汗的子孫 向來一是一 二是二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小人不知道 你猜一下 看電話 看電話見到這家安埠員結構 宏麗 他自己是平西王府親隨帶來的 見到魏小寶年紀雖然是小 但是身穿一品武官服飾 黃馬寶 頭帶紅寶石頂子 雙眼孔卓寧 那是朝廷的顯貴大官 四川黃馬寶 更加特異的尊榮 他想 你小小年紀 做到這樣的大官 當然是靠父親的福音 昆明城裡 除了平西親王之外 還有誰有這樣的聲勢 平西王屬下的親隨 又對你這麼恭敬有禮 沒錯 公公敬敬地說 小人有眼無珠 原來大人是平西王的小公子 他看見我吳英雄 現在看見魏小寶的服飾 和吳英雄差不多 所以就猜他是吳英雄的弟弟 魏小寶打個特罵 他說 叉叉叉你說什麼 不過他跟著就嘻嘻大笑說 哈哈哈哈 你果然聰明 但我是葛爾丹王子派你來做這樣的大事 你們的王子和我交情也很好 那麼他講了葛爾丹的相貌服飾 又說 那天我和你們王子談論武功 他使這幾招式是真的可以使用的 於是就把葛爾丹的少林子使過的招式 表演了幾下 汉鐵魔高興也不得了 立刻請了個案他說 小王爺和我們王子是自家好友 大家原來是一家人 魏小寶說 你們王子好 他近來是不是和昌齊喇嘛在一起 昌齊喇嘛目前正在我們王府作客 那就是了 有一位喜歡穿藍色衣服的漢人姑娘 叫做阿奇 現在也是你們王府 阿奇姑娘是你們王子的相好 她的師妹阿阿姑娘是我的相好 我們還不算你一家人嗎 哈哈哈哈 兩個人相對大小便沒有到格格了 魏小寶說 父皇派我來問問你 到底你和父皇說的那些話是否真心誠意 沒有其他陰謀 看鐵魔說 小王爺 你和我們王子這樣的交情 為何還會熱心呢 我父皇說 一個人如果說謊 第一次說的和第二次再說的總是有點不同的 這件事情實在太大了 一刻不小心 大家都會搞不定 所以要你從頭到尾和我再說一次 看看在兩次的說話裡頭 有哪處不接信的 看鐵魔老兄 我不是信不過你們王子 不過和你初次見面 不明白你的為人 因此非要仔細盤問不可 得罪你的地方就不要怪了 那應該 應該 這件事如果洩漏到風聲 馬上就有殺真之禍 平西王做事認真仔細是對的 請蕭王爺回稟王爺 我們四家結盟之後 一起出兵四分天下 中原江山一定由王爺獨得 其餘那三家 他不會眼紅的 衛士堡大喜怕他想 四分天下 不知道是哪四家 但如果問他 只是說我一無所知 那就露底了 他笑容容地說 這件事我和你們王子 你也商量我幾次 只是事情成功之後 天下怎麼分法 談來談去總是談不來 這次你們王子又怎麼說呢 看鐵摩說 我們王子說 他決不是有心佔多些便宜的 不過聯絡羅撒國出兵 是他殿下千辛萬苦才能說 羅撒國的火器厲害無比 槍炮逢了出來 清兵都挺難頂的 只要羅撒國出兵 大事必成 平西王做了中國大皇帝 小王爺就是親王了 為曉寶一聽羅撒國出兵 心頭就一震了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幹嗎